歡迎收看看漫畫學程式 如果還沒看過之前的影片 請點擊右上方觀看 分享清單 上集的最後也提到 視覺化同時要滿足 資訊含量與簡單清楚是互相衝突的 因此本集要介紹R的強大工具 GG-PARTLY 使圖形互動化同時滿足這兩個目標 為了達到圖形 要有資訊含量還要簡單清楚 首先問題是 原本期前多點同時在圖上會太多了 因為我們是要回答 出現次數最多的英雄是誰 所以我們每一家漫畫公司 只選出出現次數最多的前100名英雄就好 而這段程式碼也是是 Goodbye漫畫公司後 會在各個漫畫公司跳出 出現次數前100名的英雄 紅框這段就是依照上面 2A練習的程式碼加上G的 AES裡面的參數其實可以把它想像成 畫出來的點你想要依什麼模樣去呈現 以這段程式碼來說 就是依照顏色分辨性別 形狀分辨好的壞人 另外這裡加了一個額外的label等於nate 因為互動畫後 我們才知道那個人的名字為何 介紹一下ScaleY log10的意思 因為原本的圖是 Y軸有極端值的現象都集中在下方 因此我們可以使用這個函式將Y軸分布拉開 而這一段是以publish分開成兩個視窗觀察資料 裡面的alpha等於0為設定點透明度 再來以下的程式是在設定字的大小 還有圖案的title以及座標內容 我們最後把這些程式碼所建構出來的圖 保存在GG這個物件裡面 但GG它本身是一張靜態的圖 所以要利用project裡面的GGproject図形互動畫 這樣互動式的圖形就大功告成了 這是最後視覺畫出來的圖 X軸為英雄出現年份 Y軸為取6個字後的總出現次數 並用顏色分性別形狀分正義 接著我們就來體驗一下互動式圖形吧 上面為功能列 也可以使用滑鼠拖曳證明 假如我想要看1950年到1971年代 這個區間的資料就可以這樣拖曳 那按一下上面的房子就會恢復成原本的圖了 我也可以試著點右邊的分類 假如現在我只想看女生好人的分布為何 可以點兩下 其他的分類就會被屏蔽了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出現最多次的好人是這位英雄 接著想要再加入女生壞人進行比較 就在旁邊再點一下 發現出現次數前100名的女生壞人只有一個 明顯是少於好人的 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知道 互動性是現代資料視覺畫的重要功能 我們剛剛示範互動性圖形時 縮小可以縱觀整張圖 放大的時候可以看到細節 利用上面的互動式圖形 可以試著回答下面這三個問題 不過要回答這些問題 用統計學去回答是困難的 因為在現在的大數據環境下 一個互動性圖形的資訊含量 其實是大於統計模型的 然而在互動性的圖形之下 我們可以一次比較七個變數 接下來的例子我們想要調查 角色外表正營性別和傷亡 這五個變數之間的相關系 並想要了解這些變數的關係 如何隨時間變化 我們將時間設定在1980至2010 並以五年為一個區間 然後計算每種頭髮顏色組合的 數量佔比還有累積佔比 我們將上面的程式碼 得到D2還有Outlooks兩個資料框 做InnerJoin以後 可以計算出每個頭髮顏色組合的 女生壞人死亡比率 得到我們所要的資料就可以畫圖了 根據這段GGpart程式碼 X軸是壞人比率 Y軸是死亡比率 圖上的點代表了頭髮眼珠顏色組合 我們用顏色區分女生比率 另外點的大小代表該組合的數量 從圖可以觀察到 死亡率最高的是Aris跟Blu的組合 而壞人最多是Brown跟Blu 那這個組合的男生多還是女生多呢 因為它的顏色綠色代表女性佔比較低 所以是男生多 那麼女生最多的組群就是Red Green了 其實還可以從這個圖看出一個趨勢 好人不太容易死掉 因為如果是以回歸線來說 它是呈現正相關 越壞的人死亡率越高 為了能夠以時間變化觀察資料 我們做了一些修改 資料框的整理都與上面的方式差不多 只是我們多加了一個Period 在每個Period建立一個資料框 並多了一個欄位 記錄頭髮眼珠顏色組合 到時候互動畫圖形 才可以顯示出該組合的名稱 整理完資料框之後 用流水符號接著使用GG塊畫圖 與原本畫圖程式碼差不多 只要在AES加入Frame等於Period這個參數 就會跑出一個時間軸 可以讓我們觀察時間的變化 而現在這張圖與過往不一樣 多了一個時間軸 我們可以使用播放鍵 去看它時間的變化 或者是使用拖曳的方式去觀察 像在1990年代回歸線成復古相關 越壞的人死亡率越低 代表好人其實比較容易死掉 而在2000年男生的死亡比率較高 因為綠色的點多分布在高死亡率的區間 透過以上的介紹可以知道資料視覺化的威力 而當這個圖是具有互動性的話 它所帶來的資訊含量 其實是比傳統的數學模型還多的 也能達成我們在資料視覺化的兩個目的 資訊含量與簡單清楚 本單元介紹的點狀圖通常是比較各個分析對象 那麼如果我想要做各類別的比較呢 下一單元我們將介紹 是用於做各類別比較的條狀圖 請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集見